好,那各位呢 你現在坐到這邊之後 我們進到簡報20頁 因為你可以發現 在我們編輯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所看到的這個模型 好像 少了點什麼東西 你感覺到你現在編輯的 有少什麼東西嗎 對,沒有陰影對不對 對,也就是說 你現在看到的 因為要讓大家編輯的時候 比較方便 所以它會要加快運算 它並沒有幫你算光影的變化 那你真正要得到比較 所謂的高品質 我們就需要做所謂的輸出 這個時候 你的電腦考驗就來了 跟AI一樣 有獨立顯示卡的 會比較吃香 好,那如果你是一般的 那這個就 稍微慢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喔 剛剛 請各位 進到簡報20頁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它怎麼做所謂的高畫質的 靜態影像輸出 好,你看 你先找到 你覺得 你的這個空間 你比較滿意的角度 然後我輸出就是那個角度 這樣子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找到上面 有沒有看到我們上面 有一個照相機跟攝影機 所以你知道攝影機就是拿來做攝影機動畫的 好,那我們要的是這個照相機 照相機 你把它點看一下 點完了 我們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照相機視窗 那 預設呢 我們使用3D 其實有四種畫質 高速度就代表速度很快 所以 這個方式呢 跟你現在看到的沒有什麼兩樣 好 我們往後面 你看喔 我往後面拉 第二個也差不多對不對 再來我往第三個以後 有沒有感覺到下面多一個東西出來了 你第三個跟第四個品質 下面它還會多出這個選項出來 可是前面這兩個就沒有 有沒有注意到 你可以自己拉動看看 首先找到這一台照相機 然後你把你的畫質 往右邊拉 我通常就直接拉到最右邊 因為我希望看到最好的品質 因為呢 我們輸出的時候 可以直接指定 你是哪一天 哪一個時間 各位不要忘記了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 這裡會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那麼陽光是從哪邊進來的 窗戶 對啊 從窗戶 從大門 但是你們家 我們不是有坐北朝南 坐南朝北沒有嘛 比較少嘛對不對 所以這是跟陽光的方向有關係 所以老師我們先看一個地方 這個我們一直還沒跟大家介紹 你知道嗎 這個支北針 不是拿來當裝飾用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有作用的 請你在上面點兩下 托托托 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正在台北時區 有注意到嗎 對不對 我們的時區在這邊 因為不同時區 這邊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光線 太陽日出入落的時間不一樣 太陽日出入落的時間不一樣 第二個 你有看到經緯度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調整 然後呢 既然我們已經看到這個 這個是不是叫做直北針 所以代表這邊是北邊 請問 日出東方會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邊 對吧 東西南北嘛 我們中國叫子南針 因為我們的傳統中國的政權都在北方 所以他往南看 哈哈哈哈 所以跟直北針不一樣 西方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們家 以我現在這樣來講 以現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這個是不是叫做 坐北朝南 坐在北邊 然後面向這邊 所以你的門 如果窗我就放在這邊 這樣就是坐北朝南 是嗎 哈哈哈哈 對啊 以北邊為靠山 然後開向前面 下面 那這樣你就知道 如果你 太陽早上的時候 是不是從這邊照進來 下午是不是從這邊照進來 東邊在這邊 東邊 這樣沒錯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沒有窗戶 那我就把這個 先移到這裡來好了 這樣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拉過來 OK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囉 一樣的 我把角度調好 那我現在 拉到最右邊 最高品質 你要哪一天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要夏天 有可能要冬天 也不要 那這裡呢 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用它預設的中午12點 因為中午12點 它的這個 通常會偏亮一點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你就知道 為什麼 來你看我按下開始 好你等一下呢 來比較看看 有沒有感覺到 它這次就是慢慢的做 就是一塊一塊這樣做 那這個呢 是中午12點 所以陽光從上面下來 你看看它的陰影 有沒有在桌子正下吧 這樣就是符合12點 好 由上往下 好 但是它會稍微偏亮 所以我把這個畫面抓一下 我們等一下呢 就來比較看看 中午12點 然後呢 我來這邊 你可以把郵標點到這裡面直接改 那這裡呢 如果是上下午點到這邊 你就這樣 上午下午 你從右手邊可以知道 它到底是白天還是晚上 咦 我覺得 有些同學都會 有點誤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請問上午12點是幾點 半夜 對 我們的概念都是半夜12點對不對 可是我發現 會有很多同學 把上午12點 當作中午12點 就是上午 因為它覺得上午就是早上嘛 所以好像會有些人會不一樣 所以你就看右手邊 右手邊這樣會比較清楚 好 所以我這邊呢 我就變成這樣好了 來 上午9點 所以陽光是從右邊過來 那我們再來做一次 你來看看 真的跟剛剛這一張不一樣 有沒有感覺到 陰影在左下方 代表陽光是從這邊進來的 因為陰影會在另外一邊嘛 跟這裡是不是不一樣 這樣可以感受到囉 好 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邊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喔 它輸出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在這裡 它有不同的渲染方式 不同的渲染方式 那一般來講 內建預設的這個 就是比較中等 如果你要品質再高一點的 你可以用下面這個 這個Alpha Ray 好 它做出來的會再逼真一點點 可是相對它 算的這個 會 時間會多一點點 好 我們可以稍微試看看 以這張來講 應該是不會差很多 但是呢 你看 這次它算的比較細 你來比較看看 這一張是沒有差很多 有沒有感覺陰影不太一樣 有沒有發現 在這裡 跟在這裡是不一樣 就是有一些小季節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從 我們這個所謂的渲染 去改變它的那個 算讀的引擎 就用不同的算讀方式 這樣子 你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效果 那 既然有的白天 請問可不可以輸出晚上的 當然可以的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月亮出來了 按下去 你會感覺速度超快 你知道為什麼嗎 算好了 因為你又沒有交電費 對不對 所以晚上一片漆黑 算的速度特別快 那怎麼辦 當然要開燈啊 所以我們來找一個地方 來這裡我先關閉一下 我們來找看看 哪裡有燈 來請老師幫我找一下 我們左手邊 3D圖鋪的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做電燈和燈具 代號1 找到這裡 這裡就有3D 它所提供的燈 你可以看到 它的燈主要分成兩種 其實我們7.0之後 它還有增加另外一種燈 但是我們先看標準的這兩種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這種看得到燈具的這種燈 另外一種是只有燈泡的顏色 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是手電筒 那它不只是手電筒的3D模型 它會發光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你要的是像這種吊燈 你看這裡有這種美術燈 我就拉過來 拉過來 好 有沒有一盞美術燈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燈不是放在地上 一開始就貼在上面 所以它的懸空高度是就拉在上面的 讓你了解那個概念了 好 那您看看喔 現在我有買燈具的喔 我們再來輸出一次看看 一樣是晚上9點 恭喜你 你家會亮 有沒有感覺了 但是一盞燈不夠怎麼辦 可不可以第二盞第三盞 所以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 這盞燈我可以開亮一點點 那怎麼開亮一點點 你看 我點了兩下 這個燈我點兩下 有沒有跟我們之前都一樣 可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在哪裡不一樣 下面 有注意到光源亮度嗎 好你看 其他的模型沒有這個選項喔 只有燈的才有 這樣了解 但它最亮就是到百分之百而已 好 所以如果真的不夠亮 你就要第二盞第三盞 這樣會的嗎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再找找喔 如果你想要有那個碧燈 你看 我們如果在外面有走廊的燈啊 或者碧燈 你可以這樣拉進來 好 比如說我拉一個這個 放在這邊 這樣 那我們就再來輸出一下囉 好 我把這個範圍 我先抓一下 給各位 參考 其實我們就是用比較的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好 開始 我們來看看 加了碧燈之後 你們家有沒有亮一點點 會亮一些 但是不會差很多 有沒有這裡亮起來的 所以打燈光也是一種學問啊 如果呢 你只要它亮 但是我不要這個燈具 行不行 是可以的 也就是說我只要它亮一點點 但是我不要說 我要再加個燈出來 你就找什麼 你就來找這個 找這種東西 這個 是不是有燈泡 代表它只會發光 你看不到燈具 那個意思 這樣了解的 可是它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 老師有發現 它這邊有不同的顏色 因此如果你拿白色出來 它只會發白光 你沒有辦法說我拿出來之後 我要換不同顏色 沒有 所以你要什麼顏色的光 你就拿那個顏色的光出來 你看喔 我把這個白色光丟出來 丟出來 好丟在這邊 這邊好了 好丟在這邊 好丟出來之後啊 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很小 因為 你想看看我們一般的燈泡 有沒有感覺到 這顆燈泡只有10公分 是不是很小 如果你把燈泡變大 它的發光的範圍也會變大 照射的範圍也會變廣 這樣OK 來 所以我把它變大一點點 在這裡 好 把它變100好了 老師來看看 變成100之後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變一個這個 有沒有很大一個 在下面呢 你會看到像這樣 其實這個圖 也給各位做個參考 就是我們一般室內設計的時候 他們如果這裡有一盞燈 就是畫這個圖 就是畫這種 代表這裡要一個燈泡 那我們試看看喔 你看 我就再來做一下 輸出一下 好這邊我也把它抓起來 我們來感受一下 看看這樣子燈泡 有了之後 有沒有比剛剛再亮一點 可是你看不到燈具 因為它只負責變亮 但是不會有那個燈具出現 有沒有感覺 比剛剛更亮一點 你看電視這邊 是不是亮起來了 這裡燈 就是那個美術燈 這裡變得比較亮嘛 然後呢 我們的床這邊 是不是照著比較亮 這裡 是有比較的 所以我們這樣透過一層一層比較 你就會感覺到 如果你要比較好看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把這些東西 放進去 這樣有感覺了嗎 好齁 所以你透過這樣子 晚上就不用擔心了 你的時間 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 我就可以像這樣 把它輸出的 比較漂亮一點 那麼 預設的話 我們這個輸出 它尺寸是比較小的 你看 預設 這裡 這裡是不是只有400 所以你可以把它變大一點 那我會建議大家 下面這個比例也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比例 因為呢 我們 預設它的比例是根據 3D視圖 那3D視圖是在哪裡 是在這邊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下面 這個 是不是叫3D 所以它是抓這裡的比例去算的 可是我們一般可能都是16比9 4比3 是比較固定的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在這裡換一下 你就告訴它 不管是怎樣 我要變16比9 然後呢 你的尺寸 就可以把它變大 比如說我這邊 我大部分至少會 就是輸出到1000以上 如果我要做成簡報 我就會輸出成1920x1080 雖然它算圖的時間會拉長一點 但是你得到的是比較高品質的 那個大的尺寸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只有小尺寸 請參加我們9月13號那一場 AI來幫幫忙 好嗎 AI也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真的只有小尺寸 那我就找AI幫我放大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 它這次就算得比較慢 因為像這個會蠻明顯的 跟你的顯示卡是有關係 因為有讀顯 還有你的顯示卡的運作的效能 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桌墊絕對是比電台的快 這個是 除非你有蘋果光芒 蘋果光芒的話呢 一般來講 蘋果的顯示卡真的會比較好 這個速度這樣會快很多 有沒有感覺這樣就比較大張 那如果老師算好了 你就可以按下面這個儲存 你就可以把這張圖片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OK嗎 好我們讓大家先試看看 不管你白天的或晚上的 你都可以試一下 你都可以試一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